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在河南一到夏天,几乎上天天都要吃捞面条 就像南方人喜欢吃米饭一样,百吃彼宴 今天和大家分享河南捞面条的家常版做法 一个青茄子,一点经济,一根黄瓜,三个鸡蛋,两个番茄,一朵大蒜 外加两块钱的手工面 这就是今天要用到的食材,非常常见 西红柿,划上十字花刀,加入开水,浸泡三分钟 泡软之后,这样可以轻松去掉外皮 去皮以后切成片状,或者是切成小方块都可以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备用 茄子去皮,只需要用半个即可 切成茄子丁 碗内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几滴白醋,把鸡蛋打散开 锅内加油 油热之后放入蛋液 鸡蛋炒嫩一些口感比较好 但是这里需要炒老一些 炒老一些口感更香 而且后面炖的时候不会炖散 炒好以后倒出备用 锅内不用刷锅,放入葱花蒜片 接着放入西红柿 快速翻炒几下,放入一大勺盐 一次性把盐加够 这样可以快速炒出西红柿的汤汁 炒出汤汁以后放入茄子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加入生抽可以是味道厚重一些 如果喜欢吃清淡的就不需要加了 再加入清水,刚好淹没茄子 最后放入鸡蛋 盖上盖子炖五分钟左右 炖至茄子软烂 汤汁浓稠,鸡蛋膨胀 光火备用 河南的捞面条蒜汁是灵魂 蒜酒内放入几瓣大蒜 放入一点点食盐 炸成蒜泥状 黄瓜切丝 精介清洗干净之后 摘下来叶子 蒜泥内加入凉白开 再加入小墨香油 搅拌至完全融合 备用 锅内水开以后放入面条 一般都是煮个两分钟左右 中间点一吃水就可以 捞出来之后直接放入凉水中投凉 夏天吃的话 过一下凉水更加爽口 盛卤的时候 建议汤汁带卤都加进去 这样的话更容易拌开 也更容易入味 再加入黄瓜丝 精介 最后加入蒜汁 如果喜欢吃石香菜的话 在倒蒜汁的时候 加入石香菜一起捣碎 搅拌均匀就快开吃了 最后请问大家 面条和米饭 您更喜欢吃哪个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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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